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安 你們先看香港時間晚上九點九 美國和中國將會在阿拉斯加進行談判 國務卿布林肯對著中國政治局委員楊潔篪 我想有些放負有就開始說拜登遠了 你知道有些人說王世宅登神 拜登又說什麼什麼 你看看這幾天新聞的背景 你就知道這個談判不會是一個遠的談判 相反它是一個攤牌的談判典型 如果真的攤牌 如果這次談判沒有任何成果 基本上之後就加速進行 之前龐貝歐做過類似的事情 大家記得有一次夏威夷和中國談判 但那次談判很頂的設定 好像那些在室外進行 好像那些學校 那些隨便不知什麼 招生會那些格局的事情 大家知道那次談判結果就沒有了道 然後美國就全部加速 無論是關稅 還是在香港問題 香港制裁那些 大家知道之後就是歷史 同樣道理 這些談判 每一次開大片之前都會發生 你想想 就是二次大戰 上一次我也是這樣說的 二次大戰之前 日本和美國是有緊密的談判 甚至在偷襲珍珠港之前 美國和日本的代表都仍然在談判 只不過當時珍珠港是說 如果華盛頓談判結果是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結果 就發出一個指令叫登上新高山 登上新高峰的意思就是登玉山 台灣玉山是當時日本國裏面 日本大日本帝國裏面最高的山峰 登上新高峰 登上新高峰這個目令一出 就在南千島群島的單冠灣 即是的軍隊就開始 南千島群島的單冠灣是俄斯佔領的 北方四島問題上 我是站在日本那邊的 我覺得北方四島應該歸還日本的俄國 我這個我就站在日本那邊 我不站在俄國那邊 我這個問題我不站在我那邊 甚至我覺得庫葉島以南 即南邊北緯50度以南華泰廳的地區 我覺得應該是比日本 不過當然我這些就跟我對俄斯的反感有關 你知道歐洲人很難對俄斯有甚麼好感 說真的 但無論如何 怎樣都好 現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談判 你看回所有背景的動作 你都知道這個是和珍珠港之前的談判分別不大 背景是甚麼呢 你看回中國 習近平在人大政協會議解放軍代表團說要積極備戰 其實是要打 其實是跟一些人說你要打 其實已經是類似單管彎的情況 當然珍珠港 跟著你香港 你香港問題 如果是為了營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就是為了阿拉斯加坦白營造良好條件 就應該在香港問題上面 就說你政治 你就不會搞這個政退方案 你最多就是說 我政制停來不動 但我明顯才選擇因為疫情 這個有可能美國會收貨 如果你玩意 但如果你說改了政制 連英國年代都不如的 不好意思 沒有人會收貨 這件事 英國不收貨就全世界 美國都不會收貨 你覺得你阿拉斯加談判 會談些甚麼出來 有行李如意 我按理上 我要進行進一步更強硬的行動 拜登 我之前我一定要跟你談一次 但問題就是現在的背景就是中國已經 敬酒不喝喝罰酒 跟著美國已經在做事 最後一次Google和Facebook 兩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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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拜登扶到出面 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都看到 扶到李莎大埔那一隻 是不是 扶到出面都好 最終你見到的是甚麼 原來扶到出面 最後 我都是Google和Facebook 仍然要斬斷香港 香港和美國之間的光纤電眼的項目 你就知道 跟著你會說 那些關稅會繼續 跟著你會說 如果你繼續鎮壓香港 我就會繼續制裁 阿布林不肯說了 即是你 你這麼多的背景之下 你怎麼可能軟呢 拜登 拜登軟條毛嗎 現在甚至就是 你參眾兩院 已經不斷夾 共和民主黨 不斷夾拜登 不斷夾出新的法案 要夾飽他 如果你國會不斷夾 那時候 你沒有辦法的 你美中阿拉斯家 談判 你最後的結果就是行藝 跟著就是 那件事是國會意志的 你就算拜登不想做 國會也要你做 你現在拜登 搞不定 你現在拜登這麼無人 即是怎樣 這些就是江湖傳聞 我覺得就未必去到這些位 就是動用Amazon 25 要拜登提早收檔 直接破禁偽想 那些人說 有沒有這麼激 你怎麼會不會這麼激 喂 拜登 如果你現在上台 頭一百天 都好像老人痴呆 那如果有人動用 Amazon 25 有什麼奇怪 我上次都說 那時候 討論Amazon 25 那個時候 目標是指向拜登 不是指向川普 我已經說了 因為不夠時間 川普那一局 是不夠時間 用Amazon 25 除了他 從白宮 但是現在 我大把時間 喂 如果真的 拜登是頭一百天 完全不對勁的 國會 其實是可以做事 甚至那些 你這樣一下他下面的人 硬到這樣 拜登一個人軟 不要緊 何錦他只要說 我也是硬的 然後就 他要做總統 何錦他 他會不會做一個開片總統 喂 第一個女總統就是開片 你猜會不會 我這個當然有少少武俠小說的模式 問題就是這個可行性存在的時候 喂 拜登都不是傻了 說真的 所以 拜登最後結果就是 這個美亞加斯加談判 他授意的報告 就是 你 中國 如果在香港 新疆這些問題上 他尤其是說香港台灣 新疆他都不是最關心 你看到這些八種人的虛偽 他最關心是香港和台灣 因為這兩個 涉及很重大經濟利益 如果你香港和台灣 你中國 是沒有辦法做到一些正確的事情 即是怎樣 你不吐出來 沒事的 不歡而散 有些人說 當年希拉的年代 做國務卿年代 那個蘇利文 都有份譚佩會賣掉台灣 不會 因為現在台灣太重要了 你賣掉台灣 德國和英國都不妥 尤其是德國 但現在德國沒有晶片 沒有晶片的車廠 全部放假 逼著 買不到車 我現在全世界都聽到 有些人說 買不到車 有些車出不到廠 為甚麼出不到廠 因為沒有晶片 你現在所有的車 由感應阻礙物的工人 到燃油控制 全部都是用晶片 晶片只有台積電 是建造的 你應非零整個套路 那些汽車用的CPU 全部都是造成台灣的 全部都是來自台積電的廠 哪個敢放棄台灣 我給天造膽 你哪個放棄台灣 你說香港更加沒有人放棄 香港這麼多錢 這麼多西方國家財民 你想想 原來中國兩個都不讓 大家可以很肯定 原來中國已經肯定 準備大打出手 大家準備珍珠港 大家 8月 南中國海全部都不讓 你記住一件事 開片從來不會馬上開的 大家說要不要等到這樣 這些是義和團心態 你說一說開就開片 開片是要有一個談判的過程 特別現在有核武 為何之前一直是冷戰 不是熱戰 因為核武是有一個保證相互毀滅的能力 特別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 在洲際導彈以至國會科技水平相約的時候 就沒有人會想開片 所以為何古巴飛彈危機玩得這麼盡 古巴飛彈危機是讀政治學經典的例子 就來開片都沒有開 最後一刻會自己曉呼 走 原因就是因為這些問題上 因為這些是西方 威斯佛特體系之下的基本遊戲邏輯 所以你說阿拉斯加談判 如果有人想放負 你看到譚慧兒這混蛋 深圳藍華早報總編輯 她的傢伙就在這裡 施施叔叔叔說 SCMP報告 那個報道 我就知道一定是譚慧兒自己做的 施施叔叔叔想我來放負 給一些人我來放負 但是我的股後來就是 那個大維環境 知道他沒有辦法我來放負 因為我來放負 讓香港人放棄 希望你講一講一下就會被我 那些人托爆 那些時間 我那些人不會脆 我不會脆 我從來都不會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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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玩 從來都不會脆 從來都不會脆 那些人 到了這個時候 大家要有一個心靈準備 就是 如果阿拉斯加談判 最後可能是 你看到雙方都沒有什麼 大事宣傳 你知道 雙方不會最後談到什麼 還有阿拉斯加 如果你覺得那件事 是會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發生 我不會安排阿拉斯加談判 我不會擺放冰櫃的談判 我要談判我在華府或者北京就可以了 之前美國和中國的貿易談判 在特朗普的面對 有時候都會在北京或者華府進行 甚至請過牛鶴在特朗普的辦公室面前 搞到牛鶴的樣子好像小學生聽書 那樣 那樣 那張信大家都記得 但這次他擺放了阿拉斯加冰櫃 其實大家 這個談判 大家都不記厚望 大家就 我可以肯定 我可以 我告一下 還有一件事 今次阿拉斯加談判 和上次夏威夷談判 做不同的地方 就是 布林肯和拜登開了四方會談 即是印度、澳洲、日本 美國四方會談 接著 布林肯訪問完大學、盟國和日本 兩個國家、兩個最重要的遠東盟友 我殺共識之後才跟你談判 還有一個背景的就是德國要求 美國有一個共同的政策去制裁中國和俄國 即是如果要制裁中國和俄國 要美國同時對中俄一起強硬 即是你不要對俄軟、對中硬、對俄軟、對俄軟 現在歐洲是一體 即是兩條都是仆街 你們兩個仆街一起打 大家一起打 如果是去到這個位置 大家拿了共識才跟你談判 美國沒有位置讓的 怎樣 我跟印度講了數 我跟澳洲講了數 我跟日本講了數 我跟男韓仔講了數 接著我所有人都拿了共識 接著我跟你談 你受就受 不受就算數 這件事是沒有價港的 其實你去到我的共識 那個原因就是沒有價港的 我都拿了其他人的共識 我答應了其他國家的事情 我沒得讓的 你受就受 不受就拜拜 怎樣 捏屎就在這裡 沒有大便麵 沒有大便麵 沒有這些事情 現在這個狀態 你就要吃掉它 你不吃就罷走 所以你看到 你為什麼這次是楊潔篪出來 為什麼是王毅出來 你兩個戰狼出來 你不會見是其他人出來的 如果你真是有心放軟 你放牛鶴 或者放王岐山出來 跟他談就可以了 他們兩個一定比楊潔篪和王毅 大家知道這次沒有得談 大家顏碰顏 拜登為了維持這個管治權威 不想被人 25日的機制 體動 他一定要遵循國會 以致整個美國主要民意的意願 就是對中國強壓 這不是他一個人有主觀意志可以決定的 這是美國的集體決定 你不要跟我這樣 當然美國的左膠是很虛的 即是走去關注美根那件事 不關注緬甸 不關注香港 那幫都是仆街 那幫左膠 從來都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左膠仆街 還左膠仆街 美國的國內政治是很清楚的 美國的國內政治就是如果 因為你左膠不是控制整個政局 對不對 現在你共和民主兩黨 在國會裏面有一個很清楚的合理 即是我什麼事情都 譬如預算那些 我們都沒有合理 但是問題在中國問題上 大家有合理 那大家要向往 就是這樣 我還要一件事 阿胖姆貝爾 好像在做影子國務卿 那樣的周街工 阿胖姆貝爾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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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 奧巴馬就開了一個壞的頭 為什麼川普上台 就是天天在這裡議論川普的事情 老實說 在美國以往的原則就是 誰拿磚就誰拿磚 你有什麼事情就在國會 美國是走國會跟總統兩個不同黨 去互相制衡的 立法行政互咬的方法 就不是用影子的 因為英國是行政主導 英國是立法 英國不是行政主導 英國是國會無上限之下 國會最大的黨就從事掌握了一個行政機關 所以出現的結果就是 行政立法是同一塊東西來的 當行政立法同一塊東西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 叫做Official Opposition 就是影子政府 或者叫做御用反對黨這些東西 去制衡當政者的行事方針 所以兩個的邏輯是很不同的 兩個是兩回事來的 兩個是很不同的 他的邏輯來的 但是現在你這樣搞 然後川普說 李奧巴馬開了這樣的頭 他現在就直接玩影子政府 所以每天現在川普 川普是這麼多個退任總統以來 最多國內盟告公告的一個總統來的 因為他也是叫做Mr.President 所以兩個President終於變成兩個太陽 然後李奧巴馬會說 我會訪問台灣 他就是在做一個影子國務卿的角色 他不斷不斷地去議論美國的對外政策 那時候布林克是有壓力的 你上一手是一個做得很強硬 而且做得很漂亮的人 那你想怎樣 當然共和黨甚至民主黨 就會拿著這件事來質疑 喂 你的政策是怎樣的 這就是跟以往最不同的地方 所以布林克沒有偉讓 怎會讓 所以你說這次阿拉斯的談判罪是甚麼 拿了國路人馬共識 然後攤牌 還有甚麼好做 這次是攤牌的 大攤牌來的 不好意思 這次攤牌談不妥的 大家留名等等加速 就不斷再加進去 其實你都猜到會加速 否則怎麼會 他入境條例8月1日生效 如果他不立即生效的原因很簡單 我立即生效我沒有可以走 我沒有一樣 我沒有 一下子我騷擾了牌 有鬼 大哥你吃打牌也不會這樣打 但是如果你現在 你8月1日生效就是 我猜8月1日的局勢已經很明顯了 已經很清晰了 將會是怎樣的局勢 我想已經不需要再多說了 就是所有事情都明暗化 一次過明暗化 將會 沒有其他特別的事情 所以我這樣看 我認為8月1日是一個新的 就是我想這個阿拉斯加談判 我的前瞻我就很清楚了 我也說得很清楚就是 8月1日你不會遇到 什麼中美和好的不可能 美中和好沒有可能 如果有人跟你說美中和好的 你相信他有味 相反這幾天 會不斷地美國和中國之間 不斷地立籌碼 不斷地立籌碼 局勢截止會向加速方向走 而且習近平是不懂 什麼叫做外交規矩的 你要知道 你要在外交上退讓 你要給少一點甜頭 多一點的問題 你一點甜頭都沒有 一點甜頭都沒有 我怎樣營造 這個所謂良好的談判氣氛 沒有 所以你不需要沒有合小說 我可以說有些突然美國專家 突然間收到我的譬如 我覺得都很合理 你懂得怎樣 你懂得美國嗎 你真是無聊說 幾天不說 那是很正常 我想我做了這麼久 計程式以來 我很清楚每天我要做什麼 其實很多新聞 要將一些小的新聞 一路砌出來 你才看見面目 所以很多時候 我平一段新聞二十多分鐘 我不是平一段新聞 其實很多時候我平三四段 新聞同時要處理 但問題就是 都是環一段影片的 一段影片 有很多事件 你一定是這樣去 拼出一個圖片 你不介意 我只是看了一件事 就平一件事 你永遠都不會平摸到真相 現在美國的真相很清楚 表面上阿拉斯加談判 就好像是美中和好的跡象 如果你只看這件事 但如果你放遠來看 你就知道 你周圍有這麼多背景的活動 那是貪牌大會 你這樣看就看清楚 例如你拍照 你用過 瞬鏡子 瞬近 你就只會看到那些 那麼多的東西 但是你將它拉遠 用一個遠距離 你就看到其他旁邊的東西 你對那件事的觀感就很不同 你學過拍照你就知道 你的焦距都差 你焦距不同 再一次說三天一一 第第三節說 тр when the median 報紙